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Gloria 看Gloria最近是不是还比较勤奋 今天这期视频呢 Gloria是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期 秋季的服装穿搭分享 我前一阵时间是在小红书上 刷到了这个叫做圣迪奥 Isteer的这个品牌 我觉得它的衣服的风格 就是很都市白领 带着一种很低调的优雅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我这种形容 我这次的选品呢 也是从不同的风格都选了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偏运动系的 然后一些就很都市OL风的 或者有一些很优雅 很女性化的一些单品 我都有入手 下面我们就一起开箱来看一看吧 第一件呢 我就来给大家试穿一个 这个有一些透视的 白色的长款衬衫 这个衬衫呢 是一个不规则的剪裁 前面这里是有一个 斜着的这么一个褶皱的一个设计 自带收腰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不像我们普通的长款的衬衫 可能穿上去就是一个直筒的 会显不太出我们女生的腰身 所以我对这件衬衫的上身效果 还是蛮期待的 不忘记来呢 它的材质有点像那种压麻的 这就不是普通我们那种 衬衫的硬硬的那种材质 所以我觉得这种质感 穿上去会显得人更加庸朗 更加休闲一点 下面我们就一起上身来试穿一下吧 那这个就是这个长款的衬衫 像真的效果了 你别说它穿上 比我想象中都要郁姐很多 穿上去有一种生人无尽的感觉 很高冷 很有气质 它这种材质穿上去 非常的透气 或是因为平时穿高跟鞋比较少 如果就是真的手挖腰的白领的话 上班愿意穿那种很细根的那种高跟鞋的话 我觉得这套衣服穿上去会特别特别的有气场 第二件呢 就搭配这件衬衫子来试穿一个 白鸟纹的西装外套吧 这件衣服的质感非常的好 是这种墨绿色的切鸟格的图案 里的那衬都是用墨绿色来跟它呼应的 这件衣服穿上去也是气场一米八 它的版型设计的也很好 这里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是有收腰的这么一个走线 肩膀这里是有垫肩的 会把整个女生的身形衬得很挺搭 这个就是这个西装外套上身的效果了 它真的给人的感觉很时尚 刚才穿上才看到这个扣子的这些细节 它每一个扣子上面都不印了一个湿头的这么一个形象 搭配的它这个衣服整体的版型和它的设计风格 就显得这个女生会非常的干练 就感觉这个人的时尚嗅觉很好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白衬衫加一个西服外套 就可以穿得很有质感 下一件呢就来给大家试穿这一个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衬衫 因为它的设计真的是我超喜欢 就是我一直想买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款式 它的从腰部开始就有一个蓬蓬裙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下摆 就是可以在一眼望去的一百件衬衫里面脱颖而出的感觉 那么我们就一起上身试穿一下吧 这件衣服的下摆竟然是可以打它然后扣上的 好神奇 这个就是这件不规则设计的上衣上身的效果 真的好喜欢 就是这件衣服的上半身 以及这个泡泡秀满足了我的那种公主风 宫廷风的衬衫的追求 但是它的下面这个不规则的黑色的这种褶皱的设计 又满足了我对这件衣服时尚感的这么一种需求 我觉得它穿在身上比拿在手里看更好看 那么下一套衣服呢我们就换个风格 换得更加女人 然后更加优雅一点的这么一个套装 我感觉这件衣服还是蛮细心的 因为一般这种内搭就是一个吊袋的这么一个薄薄的裙子嘛 但是它因为看你这个毛衣会感觉到渣 所以给你来了一个长袖的搭配 很贴心 这个毛衣上面都是镶嵌着这种不灵不灵的小亮片 给一个简单的毛衣增加了一些更吸睛的元素 它底下的纱裙也是很好的搭配了这件衣服的版型 和它这种就是很优雅很女性化 然后有一点点慵懒的气质 这个就是这个鲜鲜的毛衣裙上身的效果了 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设计最好做好的一点 就是它给中间这搭配了一个袋子的设计 所以能把咱们女性的腰身稍微的给显现一下 这个衣服穿上真的是浪漫的氛围感满分 我觉得它很适合比如说到10月的中后晚秋的时候 风也都红了然后满地金色的落叶的那个时候 穿着这件衣服去那块拍照应该是很应景 很浪漫很出篇的一套穿搭 下一件呢我就来给大家试穿这一个 它猛眼看有点像网球裙 但是它又是更加有一种公主范儿 然后更加可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衬衫版的短袖的风风裙 这件衣服看上去设计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细节处设计的还是很有巧思的 你看像这个袖口的这个连接处 是专门有袖花的设计 包括它的袖口这里是一个镂空的 底下大概是拨的屁股这块形成了一个白褶裙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爱 比较有活力 显得比较清澈的一件衣服 我们就要一起上车玩试一下吧 看这个就是这个可爱的白色裙子上身的效果了 就真的很可爱 而且我之前担心说它看起来薄薄的会不会透 实际上就不会 它的那种黄透性做的还是蛮好的 做口的这一点镂空的图厚式的感觉 会显得人更加俏皮一些 下一套呢我们再回归 艾斯尔圣迪奥的这个小乡风的套装风格 这一套衣服穿上去我觉得又立刻可以冲进办公室去到OL了 它是一个麻布的有一点这种质感的走材 里面是有很细致的这种丝绸的内搭 让你贴身穿也会很舒服 它的设计也比较细节 每个扣子上都是这么一个黑金色的花朵的一个效果 包括这种马骨变的蓝白色相间的这种丝绣 都会把这件衣服衬托得更加的有质感和时尚感 这个感觉是没有什么弹性的一个侧边开扎的一个设计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适合自己的赛 它的官网上都会显得很全 下面我们就一起上身试穿一下吧 这个就是这一身小江峰的衣服上身的效果了 这个衣服我也是脱了个蓝 所以里面我没有穿内搭 但是一点都不会扎 因为里面都是丝绸的绒贴身的面料 很舒服 然后它穿上的版型也很好 虽然没有垫肩 但是它整体的版型是很硬挺的 所以会把你的身形衬托得很好 最后一件呢 就给大家是穿着一套很运动风格的一个短裙 它是有一点毛线这种质感的 戴一个帽子 就是非常的有运动兮兮 整体呢也是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 前面就有一个art的这么一个小标语 其他的都是纯黑的 就只有搭配一个双扣的这么一个小腰带 它整体的弹性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蛮不挑身材的一套衣服 这个衣服我要好喜欢 因为它穿上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我也没仔细看它具体的材质是什么 但它穿上就是非常的贴肤不粘 然后我摸起来感觉它也是 并不会起球的这种材质 很有运动兮兮 然后也很显瘦 感觉是日常随时可以穿出去的这么一件 很好看的小裙子 大家觉得这期SDR圣地奥的开箱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每一套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并且每一套都有它自己设计上的一些很精妙的小巧思 所以我还是很推荐这个品牌给大家的 我也把我今天试穿的所有的单品的链接 都放在了这个视频的毛述区 和网上一样 我也是给关注我视频的粉丝们一个专属的福利 这个福利很长 大家可以去描述区看 或者暂停来看一下我这个屏幕区 有不同的折扣码 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折扣 那么这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比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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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